上飞九天 下潜舞阳 港枪在手 百步穿崖 海军营金武艺 我的梦 强军梦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强军的典型最可敬 今日人生为您亲情奉献 法医特别节目 敬请关注 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旅人生 有这样一位军人 他熟练掌握三代坦克的架修技能 攻克了12个训练保障难题 完成了七项技术革新 创新出了十项教学保障方法 为了这些成绩 他身上浸透了机油味 皮肤变成了土黄色 指甲里的油污怎么也洗不掉 战友们都说 他在训练场上走的路最多 流的汗最多 吃的土最多 他就是北京军区某兵种训练基地 三级军事长郭峰 我叫郭峰 1979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高平县 现在是北京军区某兵种训练基地的一名三级军事长 在训练场上 伴随我们的是漫天飞扬的尘土 震耳欲浓的红鸣声 还有一群灰头土脸的战友 一开始我们常笑自己是兵马俑 到后来就习惯了 似乎哪天不吃上几口土 身上不裹上几层土 都不好意思结束训练 装备的日常保障工作是我的首要任务 为此我又有了一个黑乎乎 油乎乎脏乎乎不太帅气的造型 为了熟悉坦克的性能 我对照书本 参照实物 读懂每一个零件 每一条管路 每一根线路 记录每台坦克 每天的行驶里程和故障现象 我喜欢和这些大家伙打交道 因为只要摸准了他们的秉性 就不难对付 发动机的一声轰鸣 你就能判断出 这是大快途的弄气 警告或者是欢笑声 看着我教书的学兵 一劈劈回到部队 驾驶着坦克 吃成沙场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骄傲 早上五点钟 天刚蒙蒙亮 郭峰和教练营的战友们 就开始赶往训练场地 每年三月至十月 来自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坦克驾驶学兵 将在这里开展为期八个月的培训 今天坦克驾驶路线 从大下坡再到第五块提天地 然后返回东址县 同志们身后轻重 加油 上车 一个小时后 学兵们按规定到达场地 训练在一片飞扬的尘土 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展开了 上车脏拿雨 下车日光雨 在太阳的暴晒下 坦克内部的温度急剧上升 最高可达五十摄氏度 学兵们轮流驾驶 一次训练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 而郭峰一呆就是四五个钟头 再见面时 他满脸尘土 头发眉毛花白 嘴里还含着沙子 我们终于明白了 基地里长叔的一句话 一天要吃二凉土 白天不够 晚上不 坦克跑起来土特别大 因为习惯了 前几天才刚刚下过雨 下边还没有什么土 平时这个土大的时候 脚一踩下去 都可以没过脚脖子 吃方便面了 这个就别拍了 这个也不好看 吃方便面不回去吃 因为今天上午这个驾驶 收班有点晚了 已经过了饭点了 马上这个二年驾驶 又要上山 开始训练了 简单吃点 作为负责全营技术装备工作的高级士官 郭峰需要全天在场地爆炸 他患有胃病 常年服药 这是他多年来 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 一包泡面加一瓶水 从成为坦克兵那一天开始 他的午餐经常就这样 被简单打发了 1998年12月 郭峰高中毕业后 参军入屋 他被分配到了炊石班 烧菜动作利索 菜品心味道好 这是战友们对郭大厨的评价 听他们聊在山海保障的事 感觉特别有意思 他们说今天在山海驾驶 这个主离合器坏了 然后我说这主离合器 是不是和汽车的主离合器一样 心里面在那想 然后就翻手看一看 那时候的郭峰可谓是身在曹营 心在汗 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 能成为坦克兵 2002年 大队实行社会化保障 吹石员郭峰下岗后 如愿被分配到坦克一连 当了战事 每次这个一有机会 就要上去开 包括这个利用检查车 因为检查车 咱们要驶离 咱们的正常跑道 行事间行检查的时候 短短的十几米的距离 我也上去要说 让我开 让我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 郭峰开始担任教学训练保障任务 一次他负责保障时 遇到棘手难题 急得满头大汗 只好向旁边的一名 二年兵的助教请假 请旁边一个二年兵助教 过来帮拍出来 当时这个二年兵助教说一句话 都说都第四年的老兵了 都试关了 你这小故障排除不了 还是回垂涉班整馒头吧 一句话 我心里面感觉停了以后 也特别的不舒服感觉 羞愧像火一样的灼烧着国风的自尊 也激发起了他心底的血系 他暗暗下决心 必须学好技术 为了尽快掌握坦克基础理论 每天工作之余 他就找相关的理论书籍 一遍遍地翻看 一点点记录 很多书都被他翻得破碎不堪 在这个装备车厂里面 天天在这儿学习 在这个车里面拿把书 转出来爬进去的 一边血一边嘴里面 都拿都拿的 在那儿寄东西呢 为了及时搞明白一个问题 国风时长忘记了时间 半夜十二点 撬开站友的房门 去请教技术问题 今天咱们有一辆车 不是出现问题了吗 我搞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讲讲吧 其实我当时 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这小子 明天早上还得出早班 这小子你也不分个时候 厂家师傅到基地修装备 郭峰总是头一个跑去学习 老师傅脾气急躁 为此爱学习 爱琢磨的郭峰 没少爱批 被骂后 他总是呵呵一笑 下回还是第一个凑上去 我们就是直接 躲得比较远 但是他是每天都是 跟他师傅后边问这问那 问那都比较多 最后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说 哎呀 这个郭班长又爱骂了 他就训你 如果你走得远远的事 这个故障排除了 但是我们最后 啥也见不到 也不知道怎么排除的故障 再出故障以后 还得靠他 凭着一股子钻劲 郭峰把无数枯燥的技术参数 单调的装备原理 繁多的故障现象 一一写在本子上 记在脑海里 2006年3月 郭峰被任命为坦克一连技术员 十多年精心钻研坦克 他练就了听音变账的绝火 好管闲事瞎琢磨 他的努力填补了我军 多项装备技术重来 军旅人生正在为民播出 郭峰 磨出一身 好功夫 郭峰爱琢磨 多年与坦克打交道 他练就了几项绝火 一看一听一摸 就能对故障判断个八九不离时 有一次 学兵正驾驶着坦克 突然随对保障的郭峰 利用电台对身边经过的这辆坦克喊道 127号坦克 立即停车熄火 在场的人员十分不解 等到大家上前一看 才暗自庆幸 幸亏郭峰叫天及时 如果再晚半分钟 机油就漏光了 坦克发动机也就报废了 为此在训练基地 战友们都称呼它是坦克神医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什么异常响声吗 班长没有 通过听声音 咱们可以听出来 它有周期性的 断序的声音 然后通过发动机排言管 可以断定发动机有单纲不工作 咱们可以上车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上车 坦克每次训练反常 孤风的耳朵 就是他们要通过的第一道关卡 助教过关的时候都小心翼翼 生怕有什么纰漏被打个正着 大家都知道 一向待人和善的国风 一旦发起火来 威力那还是相当大的 我都标都比较低 偷懒了 他这个是做做一发火 而他发火的时候 人们都特别害怕 这种害怕就是说是一种 终极的害怕 坦克是受装的时候 分给你的 相当于坦克就是你的 你的坦克有故障了 你自己不排除 你要依靠别人来排除 看见这种现象 我就特别不舒服 2010年5月 一辆九九式坦克爬屋 在训练厂 因为没有专用航吊实施 野外抢修 只好将坦克拖到修理车间 坦克重达数十吨 而且无法转向 不足500米的距离 郭峰和战友们用牵引车 从晚上八点 一直拖到夜里十二点 那天晚上 郭峰虽然身心俱疲 但却久久不能入睡 琢磨来琢磨去 我说这下一次坏了 是不是就可以咱们 从场地 从哪坏 就从哪修 这样呢 又贴近咱们的实战化要求 郭峰心里琢磨着 基地配发的坦克抢救车上 也有掉臂 一旦弃掉能力 和弃掉高度符合标准 那么这个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掉车角度 动力仓前一图 零件做标记 忙碌了两个月后 当装备再一次出现故障时 郭峰向领导汇报了野外掉装的想法 一旦出现问题 怎么办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说我当时确实比较担心 我就对郭峰说 我说你这个小的 这个技术员是不是干够了 是不是不想干了 没干几天就不消停了 但是我们就感觉 这个还是让领导去考虑去吧 那个咱们 虽然说是抖这个东西 但是没有具体实施过 当时野外掉装动力仓这项技术 在军旅团以下装甲部队都没有实现 风险相当高 一旦磕碰 不但不能排除故障 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为此战友们都好心劝说郭峰 不要自找麻烦 其实当时这个根本就没想 主要是这个还是因为这个车辆有故障以后 特别着急 所以如果这个车修不好 就一直在这放 你就要耽误学病的训练 训练就得停止 在郭峰看来 自己受处分事小 耽误装备训练才是大事 而且经过两个月的仔细研究和充足的功课 他也相信自己的这个方案可以实现 最后用极其详细的工作方案说服领导后 郭峰带领六名技术骨干成立研究小组 郭峰班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脚开了 确实空间太小 实际一操作以后 这个前引车的角度 调避的角度 这些和这个画图纸和凭空想象的 都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一下就骑不来 就在那等 一直慢慢下 要么下 要么上 就是来回敲车 郭峰班组白天正常工作 晚上加班加点的研究调装 每天休息不足四个小时 起掉动力舱 卡住 重新放回去 调整牵引车位置 再起掉 再卡住 再调整 不断重复这几个动作 一点点找寻起掉角度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还是没有成功 关键没弄过 而且没部件 如果弄过一个部件 咱就完蛋了 这想交代 谁也交代不了 他也交代不了 我们要跟这都全联了 咱们有没有汇报 作为班长 郭峰不断用实际行动 激励的大驾 和钢筋铁骨的大驾伙 打交道 难免碰伤划伤 但是他从不提前退下阵来 但是手心这么大一块皮 就掉下来了 血就流 当时我们这隔期说 基础你不许下去吧 下去那个 包扎包扎 消消毒 然后他说 不行 我不能下 然后出车里边 找了块抹布 就说过了一下 过了一下就行了 无数次重复一个动作 无数次见证失败 无数次重拾信心 终于半个月的努力 郭峰和他的公关小组 成功实现了 99式坦克动力舱野外吊撞 填补了我军坦克驾驶专业 培训的空白 感觉几天见不着坦克 不开上一圈 不听听这个坦克的声音 心里面感觉就空落落的 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打不起精神 郭峰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为全军培养了两千多名装甲兵战斗骨干 他先后获得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 全军事关优秀人才奖 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荣誉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两次 三等功一次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扎扎实实工作 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但是在郭峰看来 一人精不算精 人人精才算精 全营80%以上的 史官教学技术骨干 都是他带出的徒弟 郭峰班组七名成员当中 一人荣誉一等功 两人荣誉二等功 四人荣誉三等功 今年三月份 已经考取了九九式坦克 驾驶特级修理高级证书的郭峰 又主动申请学习九九式坦克射击专业 和小自己十多岁的学兵们 同堂听课 同车操作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驾驶射击修理专业全能的 通才助教 郭峰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他号称文学小王子 也是竞选雷锋班班长的黑马 他是战友们眼中的破烂王 也是团里出了名的抠门小子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讲述 李万昌 国庸日记 谢谢你的传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